週三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發表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時說 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一樣對宗教自由如此關注 過去一年 一些國家在該領域取得進步 也有些地區人們仍在遭受迫害 自1999年至今 中國一直被美國國務院列為宗教自由特別關注國 今年報告中詳細列舉了中共迫害信仰自由具體情況 其中引用國際獨立法庭和學術界調查結果 揭露了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暴行 今年2月 美國和其他26國正式結成國際宗教自由聯盟 上週 川普總統簽署行政令將國際宗教自由納入美國外交範疇 並優先考慮改善特別關注國宗教自由狀況 國務卿蓬佩奧上週會見六四幸存者 並反擊中共利用美國國內暴動事件 以虛假宣傳抹黑美國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